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黄冰糖的味道 有种冰糖菊梨的感觉 非常像在吃某一种甜品 但是这个豆花的口感还是挺好的 非常的鲜滑软 嫩 很嫩 它是蜂蜜 反正蛮甜的 我再来尝一下这个咸豆浆 咸豆浆一般都是 你看它这个咸豆浆啊 有这个海苔 里面有泡好的油条 那是葱蒜还是冻蒜 这是什么呀 是海苔吗 不是 这个白白的东西是什么 也像是豆腐脑一样的东西 不是 它把豆腐脑那个豆花给打碎了吗 不知道 然后上面还有一层油 还有一层辣油 哇塞 这口感的 来来 赶紧来一口 所以这不是咸的 那个人吃 是辣的 海苔 那是榨菜吗 还是酸菜啊 还有米 那个虾米的味道 还有海米的味道 哇塞 什么呀 小螃蟹钳子 磕牙巴 都是挺好吃的 都炸烂了 就炸的都已经酥了 酥烂酥烂的 这里还有那个冬菜 就是这个一种榨菜 嗯 这不错耶 难道 这口传说中的海鲜豆浆 它有很浓的海苔味儿 这个 虽然这个油条已经不酥脆了 但是它已经吸收足了这个 豆浆的香味儿 还有这个辣油的味道 所以就是 算是一个口感很丰富的小吃 他为什么不把这么多东西放一块呢 哎 你说他这么一脚 我一会怎么吃啊 可是他本来就是碎的呀 刚才看着画面还挺美的 嗯 还挺美的 我再来一口 又有辣椒油 又有葱 又有海苔 又有东菜 还可以 就是 它比我想象中的要 豆浆的味道要更清淡一点 但是混合了海苔味道 海米的味道 辣油的味道 或冬菜的味道 所以你在嘴里面 会嚼到很多东西实际上 就是实际的东西 实质性的物质 而不是像豆浆一样 就是甜豆浆就是甜的豆浆 喝完就什么都没有喝 对对对对 这个还蛮好喝的 那个甜的豆花 我觉得 可是大概很多人都爱吃甜的豆花 吃可能豆 不爱吃甜的 饭后我愿意吃 人人别烧我吃点 你再吃点 你别烧 你吃别的吧 这是什么别的吗 不就一会 甜的花了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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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